就利用什么利用那个 刚刚 筛选到的这资料结果 然后呢做 来源并且把它做成枢纽分析表 那枢纽分析表 计算出来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上面这边一样要做群组 群组部分的话呢我们这边是用月份当成是那个 兼具值 兼具值的话我们用月份好了 然后底下的话呢我们把品名拉到列 把出货日期拉到蓝然后呢销售额把它放在那个 我们的池里面 那最后看到的结果啦 那你这边可以用千分位符号 并且我习惯就是刚刚讲的把那个没有资料变成补个零 补个零它会好像有个减号 至少让我们看起来会比较清爽一些些 那你会发现的这个资 这个资料当然 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已经知道说目前 DVD它的销售量 销售额是这么这么多 那接下来的话如果说它跟什么目标的 这个 这个业绩目标比起来的话它达成率是多少 OK那达成率是多少的话 第一个 我们会需要什么 在这个地方 请队就先把什么 这可能要先请队 把那个 这边先删掉 第一个就是要在那个业绩目标 这个可能要自己稍微填一下 其实你可以把那个产品名称 把上面的复制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有这个 那表格部分的话呢 也许你自己再画个 表格吧 比如这边框线 自己再把它填一下 所有框线一下 然后上面的话也许填个 红色 黄色的底啦 然后字的话也许用什么 用个随便一个颜色 也许就是 深红色 OK那把它加上去 那主要的话呢 我们要算那个达成率 那那个达成率部分的话 实际上就是 他目前的 这个 销售金额 DVD 所以我基本上呢 会 把这个 他的销售额 销售额带到这边来 并且除以什么 除以他的业绩目标 就是达成率 是百分之多少 所以基本上 大概是这样的逻辑啦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游标先 放在那个 C 我是C16 如果你的位置不一样的话 可能稍微改一下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储存格 所以呢你这边记得 先输入一个等号 然后呢再点选 这个总 总记下面 我是把DVD 里面的值带过来 那大家特别注意 因为他在 Pivot Table 就是枢纽分析表里面 他不像是 一般的储存格 所以你要抓取里面的资料 可能不像我们原来等于那个储存格的坐标就可以了 他必须用一个 这个 一个函数叫 GetPivot 的那个Data 的一个函数 帮我带过来 所以特别注意 但是呢这个 GetPivotData 其实你可以不用自己打 因为你点等于 有没有 点他 他就自动帮你把公式带过来 所以你打个勾啦 基本上他会出现 结果 但是呢可能 会有一个问题 这百分 里面的话 他把资料带过来 但是他好像带 我这边可能本来是百分比 我把这个百分比先把它去掉一下 把它恢复他就把资料带过来 所以 基本上呢你打个等号 然后呢点这边一下 他会自动带公式 不过呢 我们现在会有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如果向下填满的话 总不可能说 你自己再去修改这个DVD的名称 VCD 那当然这不OK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会需要 把这个DVD的名称 Delete掉 改成什么呢 改成前面这个 这个储存格 因为底下这个是一个储存格 所以你直接点就可以了 他会是坐标 而不是什么GAT 只有上面那部分需要比较麻烦 因为他是枢纽分析表 他不是 一般的储存格 所以不能直接存取 好了这按打勾 那你会发现 一样会带资料 但是我要的结果是什么 把 这一个 他的销售 总额 除以 业绩目标 所以后面的话 你把它除以 加个除号 除以前面的业绩目标 再一个打勾 他会帮我算完 不过回来的值 会是0.66 但我希望 变成 百分之多少的话 那你可以在上面呢 改成那个百分比样式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百分之六六啦 那底下的话呢 如果我要算其他的话 那你可以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的话呢 A16 会变A17 A17 刚好就是VCD 所以他就去抓VCD的资料 然后去跟前面的业绩目标 互相 做那个计算 所以计算完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的那个业绩达成率 就可以 显示出来 所以目前看起来 他目标看起来这个 洗衣机的达成率最高 OK 其实是DVD 那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取得 那个数据分析表里面的资料 做后续的计算 那这个是有关业绩达成率的部分 那接下来的话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 我刚刚有提过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要抓取的那个 刚刚有讲了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利用那个 就是原来的总表里面 做那个筛选 筛选里面的那个介余 第1个方法 第2个方法 是用那个 我们资料里面的那个 Microsoft Query 对不对 那其实还有第3种方法 那第3种方法 是我偶然之间发现的 而且呢 可以用数据分析表做出来 那这个数据分析表 怎么做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第3种方法 刚刚这个业绩达成率 我们做 假设啦 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如果说呢 我们再看第3种方法的话 其实 你只要利用 上面这一个 上面的资料 跟着一下 应该是 拿 之前我们做过的那个 就是 枢纽分析表 假如我这边的话 枢纽分析表 我们可能要是 全年度的枢纽分析表 所以 一样 假设我重新再产生一个 这边筛选拿掉 插入一个枢纽分析表 这个范围的全部 如果说我今天要抓取的是什么 抓取的是 某个年度出货日期 先放在列里面 然后一样按右键 先把它群组 按照年来做 那个群组 OK 然后呢 把什么呢 把他的那个 销售额 放在这里 这个data 好像是另外 旧的 看一下里面好像没有 带到那个 那个那个销售 销售额的栏位 所以这边的话 把销售额 可能要再建一下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的假如有这个讯息 这个这个资料 完成之后的话 再来其实 有个蛮好用的功能 就是 叫做 详细 详细 详细资料 那这个详细资料 再一次 这个插入一样 那这边的话 一样就是把这个 出货日期 摆在列 把销售额直接就摆在 值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把它做群组 群组里面按照年来群组 那如果说我今天只要取 2010年的所有资料的话 其实 因为我看一下里面好像都是 6月份以前的 6月30以前的 所以 最后呢 其实 你只需要 假设你要 2010年的资料的话 你只要在这个地方 快点两下就好 那他会做什么事呢 你会发现 快点两下 他会自动帮我把什么 2010年的所有资料 帮我列出来 然后来看一下 刚好也有56 也就是说呢 其实 樞纽分析表里面 也具备有那个什么 筛选 并且帮你把筛选之后的东西 又跳出一个 工作表帮你把它丢过去 所以同理可证 假如说我今天要2005年的资料 其实怎么样 点两下 有没有发现 2005年的资料全部列出来 所以这边把它点两下 名称 工作人名称可以把它改 2005 所以如果说以后你有这种需求 就是说 你希望 分别取得 不同年份的data 帮你做资料切割的话 其实最快的方法 我发现用这一招 可能还比那个筛选来得更快 所以这个是 第三种方法 所以第1个是用那个上面筛选功能 第2个用Microsoft Query 第3个的话 你就把 数据分析表先产生 那分别就是 按照年份 然后分别把它点选 比如2005 2006点两下 这边的话 也可以自动产生 2006 OK 当然如果你要更快一点 其实你可以 假设你要全部 过年按按钮自动全部完成的话 那可能还是要撰写程式 也就是 这个功能可以达到什么 达到快速的帮你把 包含所有的年 所有的产品 所有的 可能里面可以看到的所有data 通通通可以做什么 做切割 交货地区也可以 比如说你以后呢 工作上还蛮常遇到 我要针对某一个栏位 去做资料的切割 那这个切割的话 如果你不会用 比较快的方法 像刚刚讲到这个方法 那你可能就涂法链钢 涂法链钢变成 以前的做法不就是 用筛选 筛选完之后 一样复制贴 然后再换下一个 复制贴 复制贴 那你可能要做很多事情 可是如果说 这个地方假如说我们可以 把刚刚的功能 变成程式的话 是不是说以后如果我希望 哪些栏位 他就可以快速的 帮我把那些栏位 那些栏位里面的项目 一个一个的另存 这样的话会省掉很多麻烦 所以 因为这样的关系 最后我要补充一个东西 因为剩下的时间 没有很多 后面可能就讲一个 自动化部分 那这个自动化能够做到什么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1个 我们用什么呢 我这边还有几个按钮 我按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做完之后 书牛分析表 就是我第1个总表 那 刚刚的动作 其实你可以用录制聚集 有些程式不会写 没关系 你把它录下来 然后再对应到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所以刚刚我这边 假如说我按下这个按钮 我希望呢 帮我分析 列标签不是用年 我是把那个什么 把这个 哪一个 就是 应该是客户名称 如果我要把客户名称 每一个客户呢 都分别独立一个工作表 那以前的话你可能就是要 筛选完复制贴 然后给他重新命名 复制贴 重新命名 又把它贴 做到很多动作 现在的话不用 你第1个 可以用枢纽分析 先做一个 这个地方其实我也把它录制聚集 所以你会发现 我这边 多一个按钮 按下它 自动会产生 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把刚刚的动作录下来 然后变一个按钮 待会怎么做 待会再 把细节部分 跟各位demo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几个 客户 比如说第4到第9 总共会有6个 那个客户吗 那我希望 当然是最好是什么 这边点两下 他会把这个 客户的东西 帮我产生 然后要重新命名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一键完成的话 最好是什么 直接 按下这个按钮 你会发现 它就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太一一直到东元电器 全部的资料都 一个独立出来了 如果你要把 前面的东西再删除的话 这边有删除工作表 又恢复了 这个意思是说啦 当然后续你可以 衍生出很多不同的 那个栏位项目 你可以自动 去把它 做一个另存 我刚用的功能 主要是利用我刚提过的 在 枢纽分析表里面 有这个功能 就是点两下 他会自动 带出所有的资料 出来 这要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 先试着把刚刚 我讲到的这个 有关 这个 最后达成率部分 先完成 好待会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如何把那个 我们要筛选 比如说包含年度 还有产品 科目名称 做个别资料 工作表的产生 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刚刚这部分目标达成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